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生性业果的部分呢 要学习的是《杂宝藏经》的第二卷 第二十则 第二卷 第二十则 题目是《波斯逆王丑女赖提元》 好像这个在前面的《咸鱼经》 或者是其他经典里面有类似的故事 所以你们听起来可能会似曾相似 但是这一段经典里面会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我想在座的女生应该会很在乎吧 就是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容貌刹那就会变好 这个秘密其实佛多在经典里面有说 我刚刚一讲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容貌刹那变好 我现场就听到很多惊叹的声音 对啊 佛多在经典里有讲 就是今天学的这一部《杂宝藏经》第二卷 第二十则就有讲 所以仔细听 这样提起来的听闻动机是不是有杂染 那时候说波斯逆王她有一个公主 名字叫赖提 非常的丑 看起来根本不像人 所以丑到说所有看到她的人都会害怕 会升起恐怖心 但是她也长大了 她也是要嫁出去 然后波斯逆王就想说 这个怎么把她嫁呢 怎么把她嫁出去呢 后来她就想一想 她说我们去找 没落的贵族子弟 这样 就是她是贵族但现在没落了 好 看看有没有这种人 后来呢她就派人出去找 果然找到有一个过去的贵族的 没落的子弟 现在已经落魄到说 要去乞讨为生了这样 然后波斯逆王找到这个人之后 就把她带到王宫的后花园 仔细地跟她讲 说我有一个女儿 也就是公主 非常的丑 根本看起来不像人 但是如果你愿意娶她的话 那当然我就会给你很好的房子 给你很好的财富 但是你要帮我把这个女儿照顾好 那这个没落的贵族子弟 他就说 哎呀 带王你对我这么眷顾 你就算要给我一只狗 我都得很高兴地接受 何况还是公主 好 那就谈成了这门婚事 然后结婚的时候 波斯逆王就特别告诫 这个没落的贵族子弟 跟她说 我这个女儿实在太丑了 所以你记得一个原则 你千万不要让她见人 所以你出去的时候 你就把门户紧闭起来 不要让别人看到她 那这个长者子 这个没落贵族的子弟 他也就听话 波斯逆王的女婿 这个女婿她就听话 就这样照着说 那她现在开始 因为波斯逆王的恩惠 她也开始变富贵了 就跟那些贵族子弟 就会有往来 大家就会常常集会 寻欢作乐 别人都会把自己的太太带带去 她每次都不把自己的太太带过去 后来她那一群 应该算是酒肉朋友 就说 你怎么那么不够的意思 你每次你太太都不带来 我们都不知道你太太长什么样 这样 像跟你讲好了 下次 谁不把自己的太太带过来呢 我们就要重罚 就要罚很多钱 罚很多财物 这样 结果呢 这个波斯逆王的女婿呢 每次还是一样 不把她太太带过来 就一直被罚一直被罚 罚很多钱这样 然后呢 有一天她被罚的实在受不了了 她跟她太太说 我最近这段时间 被罚了很多钱 损失很多 她太太就问她说 为什么 她就说 因为人家说要把太太带过去聚会 然后违反规定的人就要被罚 那我每次都没办法把你带出门 然后波斯逆王这个公主听到 就非常非常的难过 因为她从小就因为她自己容貌丑陋 已经很难过了 再被她先生这样一讲 就非常非常的痛苦 然后就隔几天 她先生又出去聚会了 这样一样不带她出去 她真是难过到极点 她就想到说 哎呀佛陀已经出现在这个世间 没有众生她不救度的 那我怎么会没有得到她的救护呢 她就很认真 很伤心的这样一直祈求佛陀 然后佛陀感受到她的那个自成的奇情 佛陀就在她家里从地涌出 从地涌出 就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那佛陀从地上面开始涌出来的时候呢 她先看到佛陀的法迹 看到佛陀的法迹 这么的庄严 她就生起了很强的恭敬心跟欢喜心 随着她恭敬 水喜欢喜佛陀的法迹的庄严 然后公主的头发马上也变得像佛陀一样 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好看 然后呢看到佛陀的额头 看到佛陀的眉毛 眼睛 耳朵 鼻子 佛陀的身躯 整个浮现出来的时候呢 她的欢喜 恭敬就越来越深 水喜心越来越强 然后随着她这样子 去水喜佛陀的庄严跟圆满呢 她自己 公主自己的身体也变了 所有的这个丑恶的模样都不见了 变得非常的庄严 端正绝伦 然后那次聚会的时候呢 那个女婿 波斯逆王女婿的那群酒肉朋友 后来想 你每次都不带太太来 那这次我们就不管你了 就想办法把她灌醉 灌醉之后再把她腰间的钥匙偷下来 自己去她们家打开房门看 一看 发现那个已经变得非常漂亮的 那个波斯逆王的公主 端正绝伦 比天女还超胜 然后他们就说 原来是这样 长得这么好看 不舍得给人看 就把门又重新锁起来 然后又把那个绳子挂回她的腰间 等到那个国王女婿酒醒之后呢 摸摸腰间的钥匙就走回家 门一开 突然发现家里 坐了一个比天女还漂亮的女人在那里 这样 她吓得不得了 她就问说 您是哪一位 怎么会跑到我这边来呢 然后她太太就跟她说 我就是你的妻子 波斯逆王的女儿 那因为佛陀听到我的奇寝 从地涌出 我随喜 恭敬 欢喜 佛身庄严的关系 我自己也变得非常的庄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波斯逆王女婿就非常欢喜 带着这个已经变漂亮的公主来拜见波斯逆王 波斯逆王看了之后也非常的高兴 就把公主带去拜见释迦牟尼佛 就请问佛陀 说我这个女儿呢 她过去生造了什么业 可以生在王宫 但是又长得这么丑陋 好 然后又为什么原因 一下子一刹那之间就突然又变得很漂亮 过去的因缘到底是什么呢 佛陀就说那地听地听 善事念之无当未辱分别解说 说过去无量节以前 那个时候呢 有一位必知佛圣者 就是独绝圣者 那他天天会到村落里面起食 有一天到了一个大长者的门口的时候呢 那大长者的女儿 她是有很认真的供养这位必知佛饮食 但是她也同时发现这个必知佛视线 身体是很不好看的这样 所以她心里起了一个贤恨心 然后就讲了说 哇 你怎么那么丑啊 你的皮肤像鱼皮一样 你的头发像马的尾巴一样 怎么会丑成这个样子呢 这个话一讲完之后呢 因为她当初是认真的供养一位圣者 这个供养的因缘呢 让她能够生在王宫 但是因为她毁谤的也是一个圣者 毁谤她外形不好看嘛 所以呢感得的就是她自己的身躯 非常的丑恶 然后因为呢 她自己生起了很强的 惭愧心跟忏悔心的关系 所以她可以见到释迦摩尼佛 那因为见到释迦摩尼佛的 三十二项八十岁 她心生欢喜随喜的关系呢 她自己的身体 也转变成非常的庄严 所以那个时候大众听到佛陀说了 这样子的因缘业果的关系呢 都非常的欢喜 依教奉行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这个身性业果的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个赞美恭敬 赞叹水喜 这个佛身的庄严 感觉这个果是不是自己也会长得很庄严 所以比如说 平常有被念那个子坛林度母战 度母很庄严对不对 子坛林度母战是不是也对 度母的向好做了很多赞叹 所以度母是事业本尊 所以以前老师叫大家每天都要念一遍 子坛林度母战 希望这个正法的事业能够这个顺利圆满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你也有在赞叹度母的向好 对不对 你自己会不会赶过也会长得很庄严 会哦 所以这样是不是要多念几遍子坛林度母战 我刚刚说那个 刹那当中就可以把容貌变好的秘密 我都真的在经典里面有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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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